10款专柜爆裹粉底液 上年实测 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狭子皮 都能找到属于你的粉底液 很多白白的兄弟跟我说 道哥你甭帮我有钱没钱 你就推荐一款最适合我的 最值得我攒钱买的粉底液 我想在底妆上多投资一些 好那今天道哥为响应广大网友的号召 选择了10款好评度极高的粉底 上年实测 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狭子皮 都能找到属于你的粉底液 今天我说的所有使用感 仅代表我个人自己个儿 如果跟你的使用感受不一样 请大家在弹幕里面打出 复制 坐标 使用感受 好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看下出版本视频开始 请给我疯了弹幕做的特别人 点订阅 那今天的测评我们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500元以下的 一部分是500元以上的专柜粉底 然后再根据它适合的复制 以及主打功效进行半脸测评 直接对比 觉得你染贴心的 嘴儿一干 那么就先从500元以下的说起 说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肤质 我 混油皮 95年的呀 对 95年成熟级 长得老也是95年的 肤色是黄一白到黄二呗 根据季节是要有变化 然后就是毛孔粗大 有一脸的大豆坑大豆叶 坐标重庆 首先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用啥都卡粉起皮 那你可以选择我手上这两款 雅诗兰黛清水分底液和 这两个你有哪个 他俩一个自称干皮就行 一个自称干皮亲妈 真的绝了 虽然说我是混油 但是我真架不住东北那个冬天 糊糊大风了 娃娃往脸吹一样 嗷嗷卡粉 也就是今年有疫情 没有除息 我不然每年的话 除去走半个小时 脸蛋子都给你冻山 他冻痛红 我老门是大干皮 就东北冬天的时候 他那脸葫芦一把 都卡哈掉皮 一点我都不爱活 这两个 我俩用完之后 一致觉得非常好用 滋润 就是你想要少女般的奶油光泽鸡吧 他俩 你必须给我拥有一个 都不完成 非常有可比性 但是如果你说你今天需要 短时间内 大放你的美丽 就比如说出门花两个小时 跟小男朋友吃个饭啊 或者跟同学聚个餐啊 不在乎持久度 因为两个小时回来 你就切磚了 那一定要跟 我这曝光 我已经调到老 老低老低了 他 肯定是我白刀发光 就他的质地 真的非常的水润 就是那种刚上脸 绝对会让你卧槽的粉底液 非常惊艳 就是你会觉得这妆效 太多么好看了 他还散发着那种年轻的光泽 每次抹完之后 我都在想 他怎么能光泽那么好看呢 就像刚剥了皮的鸡蛋青一样 哎呀 显得你老水嫩了 而且他的眼神毛孔能力 还有水润度和滋润度都不错 反正就是如果你拿他短时间 去唬人的话 真的能唬住 就是他会觉得 这小红娘天生皮肤就这么好呀 缺点就是在我脸上 三四个小时就开始出油了 到第八个小时的时候 没法看 那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带妆 就比如说你今天周六 你要和你男朋友出去约一天的会 或者说 今天整个一天都有课 你没有时间补妆 然后下午那堂课 你就正好有你男神 哎呀 你说巧不巧 那你就一定要给我选择 牙齿蓝带的清水 他的油功性很好 质地也很水润 他是那种越油越美丽的类型的 就是刚上脸 你觉得 嗯还可以还可以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出了点油的时候 他和你那个皮肤完美的融合的时候 美 美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了 成漂亮了 就那股劲儿 就是很自然 它就有点像你从冰箱里面 刚拿出来的那种指示 就是看起来好像有点油 但是你瞅着它 你就知道它很香 而且它会越来越服贴 也不暗沉 而且它虽然说是水润的类型 遮瑕度不太高 但是你脸上的那些泛红 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小瑕疵 还是可以给你遮得差不多的 那它的缺点就是 银行猫控能力 没有那么好 总结就是这款妆效更美 这款时间久了更好看 干瓶说完了 当油皮了 牙齿蓝带DW 蓝扣清透持妆粉底液 这两个都非常非常适合油皮 混油 遮瑕好 控油好 持久力啥的都非常非常好 轻易不错妆 那如果你跟我说 道哥我要面试 所以我脸上的瑕疵还挺多的呀 我想要一个遮瑕好 持久力好 但是我面试 我不想让妆感太重 我不想要面试官一看 就看出了涂掉了后卫粉底液 我想要点光子 那你就选择蓝扣的这款 它的质地非常水润 流动性特别好 它上脸之后是那种 哑光中带着微微的光子感 就像啥呢 就像 你们能不能拿吃的 给我形容一下的 它可以把你脸上 大大小小的瑕疵 都遮得差不多 一天下来也不脱妆 真的遮瑕力 持久力这么好的分底液当中 很难有 能做出这种光子感的 但是不知道为啥 我感觉上脸之后 它干的特别快 就是你涂到脸上就 啪啪啪 一旦给我拍开 不然它就 嫩到你脸上了 它对你的要求 只有更快 那如果你跟我说 道哥我瑕疵老多了 你别能扯大哥 我就想要 嗷嗷遮瑕的 嗷嗷吃的 嗷嗷痛油的 必摇了 买雅士兰黛的这几个 递打不了 油皮青啊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前面还有一个干皮青嘛 再讲 用点粉底液 我还得认个假嘛 妈妈 你看不到这个视频吧 你要是看得到的话 你就假装没看到 我每天听完了 我没有时间 跟你打电话啊 它上脸是 唇物面哑光的 绝对是这十款里面 持妆时间最长的 遮瑕力最好的 非常非常牛逼 戴妆八个小时 就跟宝儿似的 而且遮瑕啥的 都比蓝头好 就如果让我形容的话 我觉得它有点像 那个水泥墙面 你就把你那个脸 想象成砖墙 用那水泥不得抹砖上吗 你就拿它抹两层 就能把那缝隙 还有那你那坑坑哇哇 啥的全盖住 就是一点缝隙 都不给砖流 就不让砖露出来 太阳都照不到你的脸 越说越说越觉得 我有点上不来气 这么糊不停点 就是它就有点厚重 如果你是大油田 现在夏天不又来了吗 你一出门就很容易脱妆 暂停去买 我等你 轻轻松松 持久一整天 但是它刚上妆的时候 也是需要快速的推开 本身它就比蓝口干 而且它还有轻微的暗沉 但这两个同事上脸的话 我要收回刚刚那句 DW的遮瑕 比蓝口好的这句话 对比有点惨烈啊 蓝口的遮瑕 比DW要更牛逼 你们瞅瞅 是不是这回事 总结 想要光泽性的持久 控油遮瑕的粉底 选择蓝口 想要遮瑕控油持久 最牛逼的 选择牙齿兰呆 它俩共同的缺点就是 干 太干了 RR干 特别干 老干了 就是干 干就完了 你们用都干不 接下来如果你跟我说 道哥我不知道我是啥皮肤 或者你说 道哥我就只有买一款的钱 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选择 我春夏秋冬就只能用一款粉底液 给你们总结了 两款全能型的综合粉底液 不管你是什么皮 轻易不出问题 挑不出毛病 春夏秋冬 什么场合 都能用 半你小半辈子 纪翻锡的 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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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瑕 雅光 这个破名 就这款 长这样 该干丢了 和 MAC的定制无瑕粉底液 看人家小面气的 还是绒 绒 不管你是什么复制 瑕丝多还是瑕丝少 这两款都很合适 它都是那种装效优秀 控油力优秀 持久度优秀 遮瑕优秀 反正啥啥都优秀 啥啥都80分以上的 粉底液 那如果它俩 你非得逼我 给你选一个的话 如果你是干皮 混干皮 那你就选 激凡系的 绒 亚光 粉底液 这我推荐这么多次 你买了吗 它的质地很水润 很容易推开 是那种雾面 亚光中 又带着一点点 奶油级的妆效 上脸特别干净 隐形毛孔的效果 也特别的好 服帖度和遮瑕力 也都不错 也不会很快暗沉 最最最最主要的是 它不会拔干 干皮 一定要应用 我混油 盖都干丢了 你对我爱不爱 那如果你是油皮 或者混油 那你就跟我一样 买一个MAC的 这个定制无瑕 它的质地看起来 稍微比 激凡系厚重一点点 也是那种 外面亚光的妆效 滴贴度 控油力 啥的 它都能做到 但是它的这个 里面带那个奶油肌 没有激凡系的多 比激凡系 稍微要干一丢丢 两个相比的话 我更喜欢激凡系 它的妆效 更加的好看 而且我看网上 很多人说 它暗沉的很厉害 这个 我用 挺好啊 没感觉到暗沉 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每天 我坐到那儿化妆 我不知道我要化 一个什么样的妆 我不知道今天 我要怎么去折腾 我就一定会用MAC 因为我知道 它不会出错 我就想用它 但是 它没有蹦头 我想骂它 它还让我花钱 自己买蹦头 我觉得这是资本主义 的消费陷阱 我就倒 我就倒 倒不出来 一倒倒了多 我也倒 想让我通话50块钱 我打车司机 多说我两块钱 我都不下车 就跟他干净 总结 没有那么多时间 做功课 你就选他俩 干点的选G3C 有点的选MAC 我真的没找找 啥太大的缺点 太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笔 给你忘了 好 那500元以下的 分离也说完了 现在我们来说 500块钱以上的 现在碎儿辣眼 都不知道似的 你看这屏幕上 这只手 我都看不清了 那如果你跟我说 刀哥我不差钱 我就是想要高级的装 我就追求养肤功能的粉底液 那你就来给我试一下的 这三款 巴比布朗虫草粉底液 胶蓝金钻粉底液 苏库粉霜 它们上两个妆效 都非常高级 而且都具有养肤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 养肤的同时 妆效又突出漂亮的粉底液的话 那一定要选择 胶蓝金钻的这一款 它的质地很润 最重要的是 它的妆效真的绝了 很有光泽 就像你自己本身保养的 很好的皮肤 然后再加上一层 那种外在的那种光泽感 那脸给人感觉 就是那种白皙透亮 干干净净 它的妆效在这么多的 专柜粉底液里面 也显得特别特别的突出 保守估计的话 它上脸的妆效 比泽泽泽多两个卧槽 涂上它之后就感觉 你是那种 没有经济过风吹雨打的那种 就是从小就 长大那种白富美 除了那个妆效 就一看 就知道你这个粉底液很贵 就仿佛就把这娇蓝 这个标 咔你脸上来 它上妆的话 非常服帖 但是说实话 它遮毛孔的效果 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相信 贵妇没有毛孔 而且我觉得 贵妇可能都不需要 太久待妆 所以 它暗沉的 可成烈了 你用呀 那如果你以前不是贵妇 就是跟我一样 靠卖自行吃为啸 经历过风吹雨打 又瞎死 现在呢 又有点小钱 就想在那同学 机会上装个逼 再卖宿库 花小钱 装大逼 它是乳霜 看起来的话有点厚重 但是它真的很容易推开 妆效的话 也是那种奶油肌 胶蓝就是适合那种 天生就好皮肤的 它就是 哎呀 发皮都可以上 遮瑕能力特别好 它的暗沉度 可比胶蓝轻多了 就只有一点点 那八比不冷的这个呢 对我来讲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贵 那其他的小优点呢 就是 其他的小优点就是 没找着 没找着 它今天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视频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有 挺贵的 出个贱 反正除了具备养肤功能之外 愣是没找着山优点 哎呀那浮的 那那老浮了 不管是刚上妆 还是持妆一段时间 都非常浮 而且它的整个色调很灰 暗沉非常非常严重 比胶蓝汗暗沉 嗓个卧槽 嗓个大卧槽 反正我不喜欢 当然了 如果你喜欢浓重的腰味 和漂浮在你脸上的粉底的话 你可以踹一下 就踹一踹 我之前吐槽的 还有人说 你这瓶一定是假的 我能砍你吗 这是品牌房送的 它能送我假的吗 没长心呢 心长后脚跟了 总结 如果你戴妆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你可以选择 叫蓝金钻 它的妆效太迷人了 可以抹去一切 如果你整天戴妆 就选择四库 如果你有钱还想乱花 就选择巴比不辣 咋说呢 就是我始终减薪 贵一定有贵的道理 但是它没有道理 觉得好用的 拜把的兄弟们 可否指点我一样 几个款了 那最后一款就是 大名鼎鼎的 阿玛尼全力粉底液 如果你既想要控油的 持久的 妆效又好看的 又遮瑕的 又又又 反正啥都要的 啥都要想要 那你就整一瓶它吧 真的整一瓶它吧 它是500块钱以上的 被我评为全能粉底液的一款 比刚才400块钱这两款 还要推荐 快点用过它的 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它那个妆效 和Z-Lens那个光泽型不一样 和娇兰这个奶油肌又不一样 它是那种干干净净 自自然然的 那种 妆性 显得你的皮肤好 但是又好像 没上了粉底液一样 没榨了真的 一定要涂一层 涂一层 谨记涂一层 别上来咔咔 都按几倍 你就狂狂往脸上对 你就轻轻涂一层 会比多涂更加的美 好 那这十款粉底液 我简单的 大致的都介绍完了 那我就来选一下的 作为混油 我最喜欢的几款粉底液 一般如果出门时间短的 我会选择娇蓝的金钻 因为它的妆效 要比Zelens的漂亮很多 那如果有重要的事 要戴妆一整天的话 我就会选择 阿玛尼全力 因为这一款 不会让我失望 DW和兰蔻对我这个混油 又是一个比较 年纪大的人来讲的话 他俩有点太干了 然后如果我今天 要是录视频 我不知道我要 戴几个小时的妆 我也不知道 我要补几次妆 又不知道 我要做什么腰的话 以前我会选择G番系 现在的话 我会选择MAC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是赶超上一个 评价粉底 想给大家 五星级的 全方位的立体解说 同志们 你们觉得我做到了吗 就跟我说 这次的镜头 高不高清 现实中的话 你看我的脸 其实不会有 相机当中 这么高清 就是你看不到 这么多瑕疵 反而相机 把我的脸上 照的瑕疵更多了 所以你在我 上脸展示 每个粉底液的时候 先用眼睛 把我的脸 清黑抹个皮 基本上就是 我现实中 上脸的妆效了 你也能知道 你到底想要个小药了 最后 也希望 各位伴伴兄弟们 可以给 刀哥的测评 提供意见 我会一个一个口的 那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啊不对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一键三连